三连冠 中美乒乓外交的开启者 庄泽洞经历了怎样的传奇人生 备受质疑的让球夺冠背后 又有哪些显为人知的秘密 经历了试图失忆 妻离子散 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 让庄泽洞重回乒乓球核心圈 老梁观世界 为您解读 无法绕过的庄泽洞 那么庄泽洞说他肯定离不开乒乓球 但是庄泽洞本身 这个人物又超越了乒乓球的概念 那么我们现在很多了解并且关心庄泽洞的人 肯定有几个问题 一直在心头萦绕挥之不去 头一个问题就是 庄泽洞曾经连续三次获得过视频赛的冠军 也获得了视频赛 圣布莱德被男子单打奖杯 永久复制品的拥有权 那么有人说这三次连续的冠军 都是队友李福荣让的 那么这个到底是不是让了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 庄泽洞如何回归到乒乓界的主流 因为我们都知道 庄泽洞和后来中国平衡球界的掌舵者 徐恩生李福荣之间 都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隔膜 那么这个隔膜是怎样一步一步化解开的呢 再有就是庄泽洞和他的第二个老婆 日本人左左目敦子 有哪些传奇的婚姻恋爱经历 这都是关心庄泽洞的人 尤其要关心的问题 那我们首先从乒乓球这点来说 庄泽洞对乒乓球呢 是有很大贡献的 我们先不说他的成绩 他的乒乓球理论有一些东西 我们现在想想很有道理 比方说庄泽洞提出 他打球快加速快制动快还原 庄泽洞大胆的 以正反手起板 压住了星野的反手 使星野很少有机会正手抽上 被我国乒乓球爱好者 成为小老虎的庄泽洞 经过艰苦的搏斗 才赢得两极 这个理论就来自他的乒乓球实践 庄泽洞是两面弓打法 在那个年代呢 直排两面弓 庄泽洞是一个具有代表意义的人物 因为当时呢 两面弓也有不同 有大两面弓 像王传耀 也有中两面弓 庄泽洞叫小两面弓 小两面弓特点呢 动作特别小 在位静台 起板特别快速 庄泽洞就讲他的理论 为什么使用快加速快制动快还原 他认为打平方球 你挥盘挥出去的这个过程 只有击球那瞬间是有效的 那么如果挥的远 或者挥完盘之后 往前拉出一块 这都水舞蹈动作 你看着这样很漂亮 可其实真打球的过程 就接触球这一瞬间 你看打平方球 引盘都是从这 以前打球都是到这 从这开始引盘到这 都是这么打 你看从引盘一碰球 这一尺 三尺 回来又三尺 这前扭之末了 所以庄泽洞认为 前面的动作 后面的动作 属于舞蹈动作 没有必要要 要快加速 快制动 快还原 为什么快还原 他说所谓的优势 就是你给对方的时间 留的比较短 给自己留的时间比较长 你只有通过这种快速 打着对手 措手莫及 同时你呢 快还原的时候呢 你自己拥有更多的 准备下一盘的时间 我一看他们打 就两败球 他们走的是两边之河 这么大球 你看 球 他这么大 我打球 不爱打球 我直线就过来了 直线就打了 所以我走的是 两点之间 直线最短的路 他们走的是两边之河 大一第三面的路 所以在这边呢 有吃的亏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 中国乒乓球国家队 活跃着各种打法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绝活 其中 徐银生使球路刁砖 张谢霖打球 韧劲十足 李富荣以勇猛著称 而庄泽洞的绝胖 则是快 使劲快打 见球就打 主动进攻 不防守 不推打 庄泽洞独创了 中进台两面攻打法 即使经过了半个多世纪 到后来的刘国梁 王立琴 王尔德内尔等 通谈名下 98%的运动员 也依然在沿用 所以庄洞当时的这套理论呢 应该说对中国平方界 是有启发的 包括一直到现在 我们在强调 快速多变 凶狠的这个 乒乓球新时代呢 庄洞理论呢 依然没有过时 也正是靠着他自己这种悟性 加上这个刻苦练习 庄洞才获得了 如此多的好成绩 那么回到我们刚才 第一个问题 他的三连贯到底是不是让人 我们得现在把历史背景 跟大家介绍一下 1961年呢 是中国第一次举办 国际型的世界赛事 第26届 世界平方圈紧张赛 在北京就行 现在北京有个工人体育馆 很多朋友都去过 那个工人体育馆 当年就是为了 第26届视频赛专门建的 因为在此之前1959年 在德国多特蒙德 荣物团获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第一个世界冠军 当时荣物团这个世界冠军 极大的振奋了国人事情 因为我们当时在世界上可以说 跟那些发达国家比落后的比较多 那么我们如果能有一点上能够突破出来 达到世界领先 就会对国民建设社会主义 产生巨大的心理影响 可以说庄子栋 李普隆 徐一生 他们这代人 肩负着非常重的历史使命 而这种使命 早已经超越平方圈的概念 所以1961年 在这个背景之下 召开了这个第26届视频赛 当时呢 男子团体 我们获得了冠军 主力就是庄子栋 徐一生 当时还有荣卫团 上场 那么到了男子单打的时候 一路事无破竹 庄栋栋和李富隆 在两方线就打成了 当时呢 有一种人认为呢 就他俩会师之后 有些人认为呢 就说这个 应该是他们公平的打 谁行谁输 无所谓 还有的人觉得呢 说庄子栋这个潜力更大 而且好像他外战成 这两面攻更好 假如他要是赢了 就有可能连续的获得冠军 因为当时国际平联规定 如果你连续三次 获得了市民赛 男当冠军 你就可以把那个杯子 永久的拿回去 你收藏 当时有人觉得说 庄栋栋潜力更大 应该让他赢 像我们现在 比方说两个 中国队的成员 进入决赛 你打吧 谁输谁赢 反正你们自己 反正都是中国人的 可当年不是 即使这样 也都有一些 各种各样利益的考量 现在 乒乓球界的一些 元老金人物 回忆当年 也都部分的认同 确实是李富隆让球的 可是让球归让球 我们把话说回来 如果李富隆不让 他就一定能 用庄栋栋吗 那不一定 你别忘了 庄栋栋 还连续获得三届 全国锦标赛 当当冠军 那可是货真架 是不是让的 也就说我们今天 基本可以把这个问题 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确实李富隆 即使他不让 他也不见得能 赢庄栋 我想这个结论 恐怕咱们电视机前 可能会有了解 当年的段历史的 乒乓球的元老 或者当年的历史 见证人 或者后来 能够得到扎实证据的 新闻媒体人 我想这个结论 应该是一个 相对比较中庸 大家都认可的结论 那我们现在也知道 你像王浩 2004年 他是输给金泽珠 08年输给马林 12年输给张继科 如果按照 以前让球的论调的话 王浩老苦功高 早该给他一架奥运冠军了 在队友内部 但是我们也看到 王浩连续三次奥运会亚军 成为一个背景英雄 这说明我们 现在这时代进步了 队友之间的较量 已经不受 其他意图的左右了 在赢得了第26届 世平赛男子单打冠军后 庄泽栋的战绩 势如破竹 凭借着高超的技法 和精湛的球技 他又接连拿下 27届布拉格式拼赛 和28届 卢布尔雅纳式拼赛 男子单打的冠军 最终在1973年 捧得了由国际拼联 授予的圣布莱德杯 通旋匀 213 2418